诶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苗鴻 掌教授 定義博士 今天來這裡看我們鄉親 九王帝席 九王什麼帝席呢 來 Headline 一生多在於 說謊的理人蔡英文 你已經幹了兩任 八年的 五年的任期 你到底給台灣留下了什麼 來來來 聽一遍 聽一遍 現在退英文 不關於 第二任的八一七萬票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不提 我們現在先問他 在兩任 八年的任期之下 他到底給台灣建設了什麼 會給台灣留下了什麼 在歷史上的留名或是什麼 來來來 聽一遍 聽一遍 一生多在 說謊的理人蔡英文 你已經幹了兩任 八年的五年 你到底能給台灣留下什麼 你給台灣建設了些什麼 來 電機博士曾苗鴻 現在這樣 現在這樣 我們台灣會對抗到中國 到底要怎麼好 這麼多 我們台灣的尾鐵說了這樣 有點不順 甚至 中美之間的大增值 大增值 中國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會談裡面 甩鍋美國 甩鍋美國 然後呢 上個禮拜 又在天津的會談裡面 對西安門又甩鍋美國 到底是 現在中國很壞 我說你聽 中國義和團社有夠壞 壞到什麼 壞西市 到底想起 中國跟美國會談 第一條是說 你們美國人這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 你們第一 要引起我們所有中共的那些 皇宮貴族 太子黨 可以到美國去看看他們的二儀態 三儀態 然後第二條還講說 這個新疆 東突厥斯坦 西藏 香港 台灣 都是中國既有的領土 你喔 一寸都不可思 你如果跟你們的電子 你們的殲-20隱形式戰機 你們的航空母艦很強 超級強 我們隨時準備打台灣人 說給你死 想要共識香港這樣 要說給你死了 到底很怕的 胡錫進 胡錫進也很怕的 環球時報 胡錫進 今天就要打 今天他在隨時打打 我告訴你 中國人 聽一聽就好 他們如果有在家 他們帶來 中國人對 義和團實在百貨當情 他們就這樣幹 所以說 最後 八國聯軍 用中間中國 用港的 用港沒辦法 我都沒有死了 都跟他噴不死了 所以說 現在八月二十六號 拜登要求 五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要求三個月之內 要求他下面的所有單位 你要給我查清楚 查清楚到底 這個中共病毒蔓延了全世界兩年 到底誰換的毒 你給我查清楚 現在結論報告已經出來了 8月26號已經來了 這個結論的出稿已經出來了 這個中共病毒是源自於 武漢的P4實驗室 這裡面的工作人員不小心洩漏出來 而且洩漏出來的時候還在9月份 但是中共隱瞞了疫情 甚至於嫁禍以華南海鮮 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 而且不讓全世界知道 造成了全世界的疫情 比到現在全世界有兩億多人 兩億多人染疫 甚至於已經死了五六千萬 都已經說在怕世界大錢 甚至中國還不怕得怕 我們說得很辦法 所以說現在美共 超級有他們出來了 現在所有八國年金 不是八國年金 這次不是八國年金 這次百國年金 全部大驚壓盡 習海平洋 你中國這些議員團 要再派 要再派 就這樣撞 說隨時要進攻台灣 武力侵略台灣 而且流島不流連 而且血洗 血洗 血洗台灣 腰洗 我怕 來來來來 我們台灣 中共的第五中隊 配合胡錫進 配合中共那邊的喇叭一直在叫 說台灣人 美國在全世界作亂 在十年之內打了兩百 在十年之內打了兩百多場戰異 天天就要把人家國家 美國人是不會為台灣的人犧牲生命 來說那幾大堂 小弟 小弟 甚至 他們說中國 中國的武力 絕對可以彈舊伊媽士 把美國輕輕幹掉 英國的那個什麼 伊莎白捷的那個航空母艦 無三角路用後 說這樣 我跟你說 一百多年前 義和團的時代也是這樣講 也是講說 我們中國人最強 白蓮教 什麼白蓮我 沒有啦 什麼藥就不會 說那幾大堂 把弄得四 把弄得四 他就知道 來來來 現在是這樣 所有台灣的深藍的媒體 說不說那 台灣人 美國就跑了 兩條就跑了 來來來 結論先說 博士在說話 結論先說 我說給你聽 以我電機博士的角度 小弟電機博士 就是我們的博士論文 專寫有關這個世界打仗 我要投訴論文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and Reconnaissance 指管通知情間爭系統 我發現那些人在講那些屁話的 連C4ISR都搞不清楚 21世紀的打仗跟20世紀的打仗 是完全兩回事的 還在跟講 甚至於美國的很多智庫 美國有很多智庫 因為我們看士兵操作 破除在說事情 結論先講 結論先講 而且中國人還搞不太清楚 現在21世紀的作戰已經進入 這個指管通知情間爭系統 全面整合的時代了 有時候我去參加很多的會議 很多的國防會議 聽他們在講 你們要聽到就要聽到 三小 叫到這裡多行 找了一堆名嘴 說三小你們聽到有多難 所以說 來來來來 我們結論先講 所以說很多報章雜誌 很多包括電視上的名嘴 什麼什麼 哎呀 我覺得有夠不最準的 以我TENG博士的角度來講 我說他們非常沒有水準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請你們去看我YouTube上面的影片 你只要打曾妙宏 C4ISR 或是看我前幾個禮拜 前幾個月都有談到 新的國防戰爭 沒人要看 沒人知道C4ISR是什麼 大家就一支名嘴什麼 欺襲突襲什麼 講講那小的平衡 你們別聽到有夠不難 沒水準 30分的在那裡 我們台下都是90分的 你30分的在台上的 一陣亂吹 來來來結論 結論 來聽好喔 結論喔 來 美國印太司令部失憶 海軍上將 將Akino 做事 禮拜四 就是8月6號 禮拜 前兩天喔 今天是8月7號喔 他是8月6號 他是8月6號 在CORATO 他是本安全論壇上 眼端視訊時 他說 我們經常在媒體上 看到一種談論美國和西方衰弱的係數 被要求 他被要求描述 美國保衛台灣的能力以及企圖心 然後這個 這個Akino 這個John Aquino他就講了 我們美國已經準備好了 對武專保衛台灣的能力充滿了信心 美國呢 有能力在誇張任何軍事危機的時候 協助和保衛台灣 來 鄉親聽好 這是我的結論 結論先講 所有中國人在嘲笑 在嘲笑 在嘲笑 胡錫進 拍到弄死 我跟你講 八國聯軍的時代 現在已經是百國聯軍了 所以說胡錫進 還有中國那些狗屁嘴 還有台灣這些烏鴉嘴 我告訴你 這是昨天 今天8月7號 昨天8月6號 美國的印太司令 海軍司令 這個Akino講的 這樣聽好 這是結論 講講那些都沒用 人家講了而已 說你給你們比較注意 我喝杯超好的敢 Akino說 喝杯超好的敢 你中國你想要出來 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美國 中國歸縮在 在 在 不敢出來 就直接玩嘴炮 因為中國人有14億張嘴 每個人嘴什麼混小混紅 什麼 美國人講講 講得 真的 蝦子長 你想到你出來 你如果出來引蛇出動 你敢出手的話 是你先出手的 你不把你弄死 不是你要試試看 因為 中共病毒 他們已經在8月26號 已經要安排所有的 所有的 參議院 眾議院的聽證會了 你中國 你要死賴活賴 你現在還在跟 跟議和 變得百年前的議和團 一樣在那邊 在那邊 說哈 在那邊 打嘴炮 沒有用 既來的事實 我們台灣人 很快 所以有人說 我們應該跟 中華民族 我們中華民族 中國這個名詞 這個所有的歷史 都是中國瞎掰的 我們台灣現在 刻的歷史 什麼中國歷史 都是瞎掰的 中國這個名詞 根據我所知 是在滿清末年 為了團結 整個漢民的文化 兩起超發明了中國 然後一把把唐宋元明清 都寫入中國 笑死人 你去問蒙古 我跟你講 龐宋元明清 炎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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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 你去把莫斯科的老闆 講說你是我們既有的領土 因為我們當初的拔都帝國 打到打進莫斯科 你都是我們蒙古族的後裔 就是中國人的後裔 你告訴我 他不是 我告訴你 所以說 這結論先說 好 我們現在再來說 來 咱台南鄉親 政府的腳底下 給我開槓 開槓就說 廟宋 真的台灣 你要看歷屆的總統 建設 你這樣看 從共同國開始 你來李登輝 李登輝 李登輝就來炭水扁 炭水扁再來 馬英九 馬英九 過來 這個 這個燦營門 他們這幾個總統 你看起來 真的 如果沒有中國 如果沒有中國 台灣沒有南北高速公路 那情形會怎麼樣 台灣沒有南北高速公路的話 就是國道一號公路 這就是中間國 對台灣 我們大家看的這個建設 好 我們就再說 如果沒有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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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建設是什麼 進行 夭壽啊 這才大條 如果說沒有南北 沒有南北 台灣 來 沒有台北捷運的文湖縣 沒有台北的捷運 沒有串連中山高跟二高 一高跟二高之間的二號 四號 六號 八號 十號高速公路 沒有故宮南院 沒有魏武營的意識文化中心 我告訴你 這都沒有阿扁 這都阿扁 那個魏武營那個意識文化中心 以及太保鄉的故宮南院 那是陳水扁當總統的規劃 如果沒有陳水扁的話 以上所有的建設都沒有 如果以上所有的建設都沒有 那台灣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說我們在開港 哇 夭壽啊 真的沒有高鐵高捷北捷 雪山隧道延山子復活道 真的台灣是什麼情形 這個是陳水扁 對台灣的貢獻 那麼我們再回頭 而且還有老年年金 老農年金 這種是阿扁的時侯 那時候老了 所以說台灣如果沒有阿扁 好啦 出英文 現在反對來說 出英文 你已經八年裡面做五年了 你已經做五年了 你在我們台灣 到底做什麼公園 你後來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朗朗上國 我們隨便一講獎金 我們就想到十大建設裡面的南北高蘇工 講到阿扁 我們就可以馬上想到高鐵高捷北捷 每天由我們弄一弦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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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路講下來 來 你這句 新標流 蔡英文民主政不動 你這幾腳 所以我就說蔡英文為首的民主政不動 根本就是標準的立共 台肩 戴竿 扛著司法改革 轉型正義的大旗 結果對我們台灣有做什麼 有做什麼 能夠讓人民朗朗散國 不然你說 馬英雞有做什麼 馬英雞有做什麼 你也說話的乒乓 就對了 來來來 說個探戶 大家說個阿兵 說個探戶 來來來 咱說探戶 總統探戶 來來來 馬英雞 當初 李登輝跟劉泰英留給你的時候 黨產還有8800多億 還是9800億 現在沒有了 國民黨的黨產不見了 國民黨的黨產被馬英雞的統領以下 9800億 通通不見了 現在連黨工的薪水 發車機都有問題 夭壽啊 到底什麼話談 這個 蔡英文 當初阿兵是招小也大的情形之下 他還能夠做出那麼多 說一下 頭前幾年 五年的總統裡面 所有世界有世界的建設 就是阿兵 而且他在招小也大的情形之下 幹了這麼多的大事 對台灣的見識我們歷歷可目 你說他貪黑 我告訴你 他假設我是不認同他貪黑 因為他是透過司法程序 換法官 蔡蘇姓也會拚起來 所以說這一段我們要等到後面 現在台灣最需要的是什麼 現在台灣這個小朋友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不看統徒 我們不看難力 我們建立一個司法公正 轉型正義的一個公正的 聯盟公平的政府 現在台灣是需要怎樣 阿兵在招小也大的情形 能夠對台灣建設史無權利的 這麼多偉大的建設 你出來有沒有 你是完全執政 你幹了這些什麼事 好啦 一樣的情形 阿兵也是五年下來 本來那時候一年的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兩兆到2.5兆 他招小也大張幹了那麼多事 你呢 五年了 2.5兆 總共五年12.5兆 你在完全執政的之下 你幹了些什麼事 你講給他平方 有些12.5兆 還有地員負債 你留給我們驚離孫要賠 國家要破散 來 總共還有20 根據紅傳美那一票 還有22兆的赤字 那這22兆的赤字 到底你們幹了些什麼大事 你也講給我聽 我跟你說 這個貪污 共總統貪污 我們台灣需要建立一個司法公正聯名的政府 來 我們現在台灣最需要的 不要提統獨 不要提藍綠 先建立一個聯盟公正的政府 現在台灣的意思要這樣 所以我希望後一次的選舉 立空立宿的選舉 我們台灣人有一組 不講統獨 不講藍綠 只講司法 先建立一個公正聯名 公平公正公開聯名的政府 所以說到時候 我們把全部的爛帳 如果有這樣一組出來 因為現在台灣人選民運動 選不了 他講什麼 他的民調還在講說 他的民調還高達43% 好小的 我們這種奠基博士一看 這些數目都是用作的 就像哥培勒講的 一千次的謊話都可以講成真話 這個以我奠基博士的高度 以及對這種狗屁未見的 什麼百元支持者 我跟你們講 現在踹門的民意支持者 我如果有百分之十五 他就淘汰了 他就淘汰了 所有的數據 先傳先走 先傳先走 這不是 這踹門都奉行哥培爾 德國哥培爾的靈 先傳先走 雙團先走 然後在選舉時候 我不管你們投票投誰 我只管開票的人是誰 這斯大林來 就這樣幹 所以說台灣人 現在民進黨回不了 國民黨回不了 台灣真的需要有一組 不管顏色 不管統獨 不管藍利 大家招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連任政府出來 不然把前面那些賬 全部爛賬全部算清楚 說嘛 民進黨的超權部署 民進黨在發能當超權部署 結果現在要疫苗沒疫苗 要紓困金 現金現金現金也沒有紓困金 明明你是給我兩千塊 明明你要給我四千塊 你卻花兩千塊四千塊的消費券 你怎麼發明一個叫三倍券跟什麼五倍券 你們白聽都沒有 我電機博士 你們發明了一些奇奇怪怪的 你想幫我搞混 所以說我只有兩個字賞給現在的 完全執政的民主性活動 插演問這個長年詐騙官方 跟民主性活動 這兩個字 無體啦 無體啦 屁 發明了一堆無聊的標語 耍人民 你把人民當白痴 我跟你講憲民 每個人都聰明得要死 你們這些三十分的 想透過奇奇怪怪的標語 騙我們這些九十分的 說這句話真的 林北電機博士 林北看你們在生產的東西 還會透過去 真的喔 謊話 你說上一千遍 它也不會變成真理啦 說給你聽 所以說出一問 你這個假博士 你就是要講一千遍 你用司法來幫你做確認 也不會變成真博士 美國那些大教 還有很多在說 在說什麼 LSE都已經認證 我實在說我很奇怪 讀博士是有過程的 有process的 你可以從process裡面 來論證你的博士論文 我要說 教博士論文 不是說上帝 雅蘇基督阿拉公 創意不是博士論文 這就是博士論文 他讀博士要有過程的process 他有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林北就講了 來來來來 來 有現場的 來找一個 標記申請曾淼宏 的博士的成績單 來 找一個 看你們 林北拿到切結束了 你3500 我今天 你今天有沒有開3500 我今天 你明天知道的 所以 所以哪裡 最重要 博士頒出的成績單給你看 是有過程的 你要拿出你的過程 所有的東西 哪有 internal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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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校內的 校外的 口試論文 名字都叫不出來 這不是說上帝阿拉基 就說他破須就破須 就是林敦大學 抽到這個博士 林北也沒在想 聽到有沒有 真的是 我們做博士 博士論文都有研究貢獻 我請問你猜文 你的研究貢獻在哪裡 我的研究貢獻 我的研究貢獻 我是針對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只管通知情艦爭 美金 都對 Department Defens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的1.5的版本 的4個view 52個觀點 做出一個 追溯信證 這是我 對全世界的貢獻 你聽到沒有 你聽到沒有 你的博士過程 你講給我聽 你有什麼研究貢獻 所以說 什麼簡老師 在網路上 一直在那邊吐槽 十分的 二十分不到的 在那邊說我吐槽 有本事 不要在巷子裡面 暗巷裡面丟石頭 有本事就出來講 講得清楚 對不對 我 真秒紅 電機博士 我都有信 我都有敢 敢這樣講大話 臨背站在台上 我講三到五個小時 你都不曉得 我在講什麼東西 這叫做博士 我講的東西 隨便一講 你都聽得懂 那叫博士 那叫做狗屁 來 現在出門 跟民主政無論 你們這本事 你們這台間 在綠共 反對冬奧的證明 就是令 就是令 你們不要在那邊剖死 倒是剖死 現在 這些冬奧奧林批克的 選手回來了 現在你們又開始搶功了 真是吃相難看 當年 你們還禁止 禁止 所有民主政無論 裡面的人 參加冬奧證明的任何活動 現在你們竟然 不要臉了 竟然剖死 剖死給 在野黨或什麼東西了 別再規則了 你們純粹 你們這件 台間 你們是台間 台灣人 驚望 你們可以做事法改革 事法 專程正義 你們都會做嗎 你們都會不會做 你們這些人 存在搞錢 搞1450網軍 玩鬥爭 你們沒有建設 全都貪污官了 現在要紓困金 你們拿不出來了 還什麼三倍賤 你們拿 我們拿了你 兩千四千的代幣 怎麼賤了一個三 什麼三倍賤 五倍賤 就小了 所以說 你們全都貪污了 全都不賤了 我誣陷了你們嗎 我有誣陷你們嗎 請說給全國人民聽 你如果不用說給我聽 你說給全國人民聽 來啊 先宣傳啊 宣傳不夠啊 泰文說 我們民主經國黨做太多了 就是宣傳不夠 你們是斜的 戈培爾 戈培爾 戈培爾他把一個歐洲的屠夫 希特勒創造一個希特勒 你們想要斜著戈培爾 想要斜著德國納粹 想要斜著中國共產黨 一路反而言說到底 台灣人喔 台灣人喔 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東京奧運 沒有國家隊 鄉親來說 說下一次奧運 我們乾脆加入難民隊 因為東奧的時候 有一個難民隊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國家 所以說我們乾脆加入 加入難民隊好了 喔 真的是好的 idea 我看這個鄉親是這樣 喝杯跟打皮 打婆子 打婆子 真的我們台灣要加入 一個不斷在說謊的女人 蔡英文 台灣人卻相信她 真的喔 我看我們台灣人真的是 四輝不分啦 真的是對自傷啦 一群台灣的疑夫疑父 還跟著徹底變質的 民主進步動在怕 怕什麼 怕什麼 走向中華民國 美國的中國 快點快點 中國共產黨要倒了 中國共產黨 二代可能倒了 因為 因為習近平 習近平 就要挑戰了 因為想打仗 因為國家都搶不搶 最重要是喔 內部的經濟 他的經濟要垮了嘛 他的經濟要垮了嘛 所以說喔 戈佩爾的名言 戈佩爾 我們鄉親 還有出一個名言來跟我說 戈佩爾的名言 他講喔 我不會同情他們啦 就是我不會同情德國人民 因為是德國人民選擇了我 所以說喔 他德國人民給了我權利 所以說他們要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 所以說我們台灣人要注意一下 戈佩爾的名言 他們這些民主政部長 這些台肩 立共 他們呢 心裡也在想 歌配合那句話 我也不會感激你們台灣人 因為是你們台灣人選擇了我 你們選擇了我這個立共 我這個台肩 所以說你們必須 台灣人 你們必須對你們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戈佩爾的名言 他們都還這樣想 所以說喔 英雄就是我今天所說的 一生都在說謊的裡面猜謎 你都已經幹了兩任 八分之五的任期了 你到底留給台灣人什麼 你能留給台灣人什麼 英雄跟我們鄉親交換帝政 如果有什麼鄉親 有什麼意見 來這裡討論 來這裡討論 OK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